离铁五月先派深夜更新设媒 前主席二度失联 蔡真华表态让人振奋 大家好我是詹妹 我们请来关注中国足球 目前呢足坛反腐还在持续的狂飙 可以说离铁程序员杜赵才等人 把中国足球搞得鸡犬升天 所以说管理层没有把心思放在足球上 也让中国足球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目前中纪委还有国家体育总局都进入调查 可以说这次足坛反腐将会空前的彻底 目前因为离铁案引起了导火索 中国足球的高层几乎成为窝案 都被一锅端掉 而目前牵连的人多达一百人 那么不少关注离铁案 什么时候能够迎来最终的宣判结果 其实根据足球报记者来看 离铁留置的时间将会持续到五月份迎来大结局 所以说目前呢足坛已经反腐工作持续进行 中纪委也介入国家体育总局 免去了杜兆才的职务 我们目前来看关于离铁的事件 可以说呼声最多的就是杜兆才的落网 因为呢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还有党委书记 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他的落网也让球迷拍手称快 但是他并不是背后的大鱼 根据知名记者阮雄飞的报出的更多猛料 他表示啊离铁是立功了 但是呢现在中超的多位前老板 包括现任老板都处于失联状态 所以说这也是由离铁案引起的蝴蝶效应 他们也都被牵连其中 比如说上海中超俱乐部吴某某也被卷入调查中 所以说现在足协的反腐啊 九位高层还有联赛成为了重灾区 也被成为重点调查的对象 除此之外前任组管中心主任韦迪 在北京已经第二次失去联系 还有中国福特宝公司总经理刘卫东等等人 也处于失联状态 足単的反腐没有停下脚步 未来也会成为常规化的调查 而于鸿城懂征杜赵才的落马 韦迪也难独善其身 如今他的失联更加引起外界的怀疑 要知道杜赵才于鸿城还和韦迪关系颇深 之前在沈阳体育学院学习 韦迪也是他们的老师 所以说于鸿城懂征被查之后 韦迪也深陷舆论中包括蔡振华 目前蔡振华也在公开社交媒体上进行亮相 他也作为中国职工乒乓球联赛去献身 所以颁奖嘉宾发表讲话 所以说蔡振华的亮相也向外界 证明自己独善其身没有问题 也让球迷能够放下心来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